这是一幢摩天大楼 高40层 住房2000多套 学校超市影院泳池 一应俱全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好生活 同时这里也是最残酷的丛林 不同楼层标志着不同的生活 富人阶级住在楼顶的空中花园 中产阶级住在中间的经济试用房 穷人阶级只能住在暗无天日的底层和地下室 平日里各层居民相安无事 但汹涌的暗潮却从未停歇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摩天大楼 斗森是一位脑科医生 凭着一手剥皮拆虎的绝活 成功挤入中产阶级 住进了摩天大楼25层 这一层的房子还算宽敞 有着采光的阳台 可以享受日光浴 斗森拿出新中产的派头 在阳台上嗅起了肌肉 楼上娇妓花不小心撞落酒瓶 将它惊醒过来 健美的肉体让娇妓花垂涎三尺 邀请斗森上去喝几杯 斗森初来乍到 接到上层女住户邀请 精心准备一番后 来到楼上赴约 楼上正在举办海天party 成员来自各个楼层 夫妻可以同时参与 怀孕姐盯上新来的斗森 斗森盯着的却是焦妓花 怀孕姐丈夫导演哥追求焦妓花已经很久 可惜始终无法进入 反而是新来的斗森 凭着劲爆的身体 成功撩起了焦妓花肉欲 狂欢过后 斗森回到家中做起了香甜美梦 他被一群空姐包围 开心地扭起了翘臀 这一觉睡得很沉 苏醒之后 焦妓花主动找上门来 趁怪他怎么不打电话 他都还没吃够肉肉 焦妓花故意带他来到泳池 可惜斗森不会游泳 一位狗腿哥突然造访 代替他家主人 邀请斗森去大楼顶层做客 顶层的主人就是这栋大楼的户主 同时也是大楼的总设计师 设计师家里挂着博物馆级别的世界名画 外头还有漂亮的空中花园 园里有一只小黑羊 过着下层人享受不到的上等生活 设计师妻子在那儿养了一匹马 满足他的骑马爱好 设计师和斗森聊得很欢 还邀请他参加几天后的party 离开之前 斗森遇到设计师妻子 勾起了他的兴趣 浴火难平之下 只好来到焦妓花架中 玩起了空中飞人 焦妓花儿子突然闯入 中断了这场肉体盛宴 斗森偷偷看了看孩子 似乎和设计师有几分神似 为了参加富人party 斗森特地在超市买了红酒 可是他低估了这场party 富人的party和焦妓花家完全不同 伴随着高雅的古典乐 富人们穿着贵族华服 在席间谈笑风生 好不快活 只有斗森西装革履 像是误入的外人 他在party上备受嘲弄 更糟糕的是 设计师恰好因故缺席 狗腿哥夺下斗森香烟 将他关进黑暗的电梯间 让他自我反省 什么叫做圈子 什么他妈的叫做圈子 什么他妈的叫做他妈的圈子 大楼的圈子固化已久 各层居民虽有不满 倒也一直固守本分 直到一次意外的大停电 彻底激怒了下层居民 导演哥身先士足 寻找大楼物业麻烦 物业哥并不买账 要怪就怪你们住在底层 导演哥被这些富人狗腿子惹怒 好吧 那就让我们来一场革命 他带领下层熊孩子 来到富人所在泳池 让富人见识了一把 什么叫做孩子王 电视台老板十分生气 当场辞退导演哥 断了他的口粮 为了庆祝革命成功 焦忌华再次开启了party 狗腿哥也在现场 仗着主人威风 向导演哥发起了挑衅 可惜这次他选错了对象 导演哥不像斗森那么斗M 一记勾拳打趴了狗腿哥 今晚这里不属于圈子 上下层的摩擦 让大楼气氛变得微妙 一位抑郁哥不堪重负 选择了跳楼自杀 尸体坠落在汽车上 就像石沉大海 没有引来任何人关注 导演哥大受刺激 请求斗森为他引荐设计师 他要拍摄一部纪录片 记下这座疯狂而博良的大楼 可是斗森自己都还在圈外 又怎么可能为他引荐 狗腿哥被揍后并未善罢甘休 夫人们迅速组织起来 向下层居民发起了反击 反击的方式相当文明 你们不是爱开party吗 那我们就比比看 到底谁更能趴 夫人party需要大量的物资 他们将超市洗劫一空 用来满足酒池肉鳞的生活 狗腿哥带领几名小狗腿 像冲锋队员一样 在超市到处撒野 导演哥不慎撞见狗腿们 被揍得很惨 斗森目睹了楼内发生的一切 可是他毕竟是个斗爱 欲是龟缩 是他身为心中产的骄傲 外面待不了 那就关在房内 躲进小楼成衣桶 管他冬下雨春秋 靠着搜刮的物资 妇人们得以继续party 设计师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可是自从腿断之后 他就渐渐没了威慑力 无法控制手下的狗腿 对于狗腿的放肆 他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座令人绝望的大楼中 只剩一人还在努力反抗 导演哥带着满身伤痕 找到掌管楼层钥匙的二房东 二房东递给他钥匙 还给了他一把手枪 导演哥没有急着上楼 而是来到交际花家中 首先朝他射了一枪 多年心愿总算达成 心里却突然感到无比空虚 导演哥回家看望妻子 却发现妻子已然离去 斗森过来探望这位革命斗士 敬佩他活得如此真实 导演哥并未多说 拿着他的摄像机踏上了上楼的征程 狗腿们那边也没有闲着 他们步上导演哥很久 于是找来斗森 让他给导演哥开炉 这一回斗森没有再抖 而是man了一回 狗腿们见斗森拒绝手术 打算将他扔下大楼 幸好设计师及时出现 这次装卖才幸免于难 设计师回到住所 导演哥也找了过来 他举起手中的摄像机 要记录一切罪恶的源头 粗鲁的言语 让设计师大为愤怒 他举起手中拐杖 孝训这个矛头小子 无料导演哥竟扣动扳机 送设计师领了盒饭 房内的女人一拥而上 导演哥也跟着领了盒饭 设计师嗝屁后 大楼内完全失控 上层和下层爆发了全面战争 男性几乎在战争中死伤殆尽 最后只剩斗森活了下来 从此以后 他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甚好亏一夜十次郎 真火包王 这部摩天大楼 是一个口味奇特的故事 要说批判资产阶级腐朽吧 却好像处处都是资产阶级恶趣味 象征革命者的导演哥 几乎是一己之力 导演了这场革命 最后却被淹没在 女权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反观男主角斗森 彻底贯彻妇女之友路线 在男人面前是能忍则忍 在女人面前则是广结善缘 真正将统一战线 发展到了广大妇女同胞之中 最后成功推翻了大楼暴政 所以说什么富人穷人 上层下层通通都是虚的 谁赢得了女性 谁就赢得了天下 马爸爸说的 就问服不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剑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